这位涉嫌掐死女友的厨师叫做黄敬龙 那么呢 兄姐得知之后不但不劝她投案 反而协助她来掩饰她的犯行 在气势之后呢 她的姐姐曾经还写字条 要她更振作一点 让全家人一错再错 终于在昨天晚间检察官 向法院申请积压主线 还有她的哥哥 而她的两位姐姐 则是分别以三万元交报 从回气势现场 即使戴着安全帽 前方的双手一直捂在脸上 似乎不敢面对被她害死的女朋友 警方还在嫌犯腰间绑上绳子 一方面山壁边坡陡峭 一方面也怕她脱逃 两个人原本是同居的男女朋友 男方是五星级饭店厨师 女方则在卡拉OK店上班 为什么下手杀人 又是为了钱 两个因细故 为了金钱而吵架 吵完了以后呢 嫌犯就把他掐死了 掐死以后呢 就跟着又联络他嘉义的哥哥 上去台北宜通街的地方 帮忙把尸体抬到这里 犯时间是在8月的23号 嫌犯先在台北市中山区 宜通街的租屋处杀害死者 隔天休闲打电话给在南部的三姐 再联络大哥姐夫四姐 四个人竟然一同北上协助弃尸 8月25号 小猪车在由大哥把尸体搬运上车 一路上了高速公路 到了桃园 龟山乡 虎头山 绿色隧道第27根电线杆附近 来弃尸 更令人震惊的是 协助弃尸的兄长 竟然是退职警察小队长 死者的遗体从三坡下拉了上来 死者的儿子和妹妹见到冰冷遗体 眼泪在眼眶打颤 其实警方早就掌握线索 认为黄姓男子涉嫌重大 但因为找不到尸体 嫌犯一度以10万块钱交保 最后在秘密证人 以及通联记录等等证据之下 全案侦破 最近新闻黄楚华姚立强 SNG小组 桃园报道